民國96年6月30號 弄年桃園環保局配合環保署資源減量政策 推動所有政府機關和學校不得提供紙杯 包括礦泉水和杯水也在現用的範圍之內 並隨機前往各單位積查 發現大都配合良好 有的單位會特別彰天公告告知 也有的單位改用唯一許可的袋裝式扁狀杯 而部分民眾也都會自行攜帶水壺或是水孫杯來響應 弄年桃園協福環保局表示 之所以現用紙杯 是因為在紙杯製造過程中所使用的原生紙漿 需要砍伐大量的樹木形成資源浪費 因此被列為優先減量的對象 而根據當年行政院統計 一個地方政府為了召開現物和主管會議 光半年的時間就必須用掉3000多個紙杯 因此一旦停止供應 將可省下不少資源消耗減輕環境負荷 因此環保署通過了現用紙杯的政策 雖然這並沒有法則 但為了地球的永續生存 工匠機關也呼籲民眾多加配合 幸好仍有不少人在政策上路前 就已經養成自己帶水的好習慣 為垃圾儘量貢獻一份心力 記者綜合報導